敢吃 杯豬肉 杯豬肉 姐姐敢吃嗎 吃豬肉吃 這樣好嗎 好啊 其實沒什麼味道 沒什麼味道 苦苦 只要不要吃頭肉 還有頭耶 還有頭 我當時有吃到一顆頭 哇塞 這其實 很嚇死 沒什麼特別的味道耶 我來挑戰一下 姐姐要不要一起 你吃 我先去吃 我吃它有什麼感覺 不會奇怪 我就是很正常的口感 很像炒羊肉那種 對不對 表不中 其實它比較硬 對 它比較硬 開心喔 坐在這邊吃飯都覺得特別好吃 吃飽了 喝醋了 該不會姐姐想講話了吧 沒有 我派 伯豐代表 伯豐 帥哥先衝 你今天有什麼心情 什麼想法 我覺得很開心離開電影 來這裡 意見 然後 幫這群小朋友剪頭髮 我覺得也很開心 然後他們每個都很可愛 算是第一次 就是踩 山竹 貴族 山竹 山上的竹子 山竹是另外一種 貴族是 所以滿特別的經驗 那個地方 那個部分真的很有趣 對啊 而且我們一群人真的很有趣 而且真的很好 那其實算是一個很棒的 坐上去也滿特別的 對啊 我們的頭目也很可愛 對 然後一天經歷下來 又提供給我們這麼豐盛的晚餐 滿足的 玩又好吃 對 哪有有意義 對 我覺得像我們都說就是 有一種離開店裡面 比較像是出來交友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比較是 好像在都市生活太久了 然後 後來來到這邊就是看到 尤其是小朋友們 就是很單純天真的一面 是離開都市 還是離開後住 離開後住 離開後住 我們不想你 歡迎鳳林 請問今天要喝茶 還是咖啡呢 還是要來一點 欸 想看更多嗎 還不趕快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節目中看不到的花絮 都在這裡唷